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随着胡人的出局 有关于胡人休赛期的各种引员猜测消息 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一般席卷而来 包括欧文 特雷扬 范弗里特等等全明星 或是一些准全明星级别的球员 先后都和胡人扯上了关系 特别是欧文和特雷扬 这两人在胡人季后赛期间多次出现在胡人主场观战 而在赛季结束之后 胡人的球迷们也一直期待着胡人能够运作来第三名球星 这会让他们的实力更上一层楼直指总冠军 早些时候 NBA知名记者沙姆斯报道了一个比较让人震惊的消息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进入休赛期之后 欧文已经联系了詹姆斯 他试图将詹姆斯招募到独行侠 根据补充报道称 欧文希望能够在独行侠组成欧文 詹姆斯 东七旗的三巨头组合 另外 根据NBA记者海恩斯的报道 多名消息人士确认 詹姆斯会选择回归继续他职业生涯的第21个赛季 他的合同还剩下两年 其中第二年詹姆斯拥有球员选项 显然 当欧文被曝出想要再次联手詹姆斯的消息之后 这引起了球迷的激烈讨论 这对昔日的冠军搭档是否会再次联手 似乎成为了自由球员市场开启前最引人关注的点 实际上 欧文想要重新联手詹姆斯 这并没有出乎太多人的意料 效力篮网的时候 欧文的团队就不止一次放出消息 称欧文会在合同到期之后 加盟胡人 以此来施压篮网给他大合同 并且在本赛季的交易截止日 欧文申请交易 给了胡人机会 如果不是篮网厌恶了欧文 很明显 胡人两个首轮选秀权 会比独行侠的筹码更具有吸引力 由于欧文这些年的问题 篮网已经受够了 在清楚欧文最希望去胡人的前提下 篮网反而最不愿意让他得尝所愿 这导致胡人无缘在本赛季得到欧文 欧文想要再次联手詹姆斯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自从他这些年 在开尔特人和篮网如此不顺利之后 欧文就明确表态过 他骑士生涯最后一年把自己孤立了起来 如果不是他的幼稚 当时他和詹姆斯有机会赢得多个冠军 他也屡次公开向詹姆斯道歉 两人在公开场合也有一些互动 而詹姆斯想要再次联手欧文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很显然 这对冠军组合在所有人看来 都是非常合适的 加上如今詹姆斯已经开始转型打无球 欧文明显是最适合詹姆斯的空位了 不过话说回来 欧文的计划基本要泡汤了 想要让詹姆斯加盟独行侠 说实话基本不太可能 首先 詹姆斯加盟独行侠的方案 要么交易 要么自由球员签约 第一个交易 很不现实 根据报道称 独行侠确实在本赛季试图报价詹姆斯 但随着胡人在交易节指日的引员 独行侠放弃了报价詹姆斯的想法 另外 独行侠的筹码 根本无法引起胡人的兴趣 除了欧文和东七七之外 独行侠其他的极战力 说难听点就是一堆边角料 这种交易过后 胡人基本也进入重建阶段了 而独行侠可用的首轮选秀权 算上23年的 一共只有两个 除非独行侠把东七七拿上谈判桌 胡人才会考虑是否要交易 显然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而自由球员签约这一方面 首先需要詹姆斯和胡人买断 因为他还有两年合同赛深 然后就是詹姆斯和欧文 同时接受大面积的降薪 否则他们不可能同时加入薪资空间不太健康的独行侠 独行侠本赛季无缘附加赛 胡人杀尽西爵 无论怎么看 独行侠对詹姆斯的吸引力都是很渺小的 打个比方 欧文招募詹姆斯 就像是詹姆斯考上了清北 结果上了二本的欧文 让詹姆斯放弃清北 去和他一起读二本 还要降低自己的奖学金 这么来看 欧文想要詹姆斯加入独行侠和他组三巨头 基本是不现实的 两人想要再次联手 欧文加盟胡人才是唯一的答案 只不过 这同样有难度 要么欧文接受比市场价更低的薪水 否则的话 独行侠也不会成人之美 帮助竞争对手进行先前后患 为胡人组建豪华球队 詹欧组合纵然给了球迷们很美好的回忆 但目前看来 他们想要再次联手 这是一件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在交易截止日 几乎是梭哈引进了凯文杜兰特之后 太阳基本就宣告了进入对冠军最后的冲刺阶段 很显然 本赛季哲己西部半决赛的结局 是太阳管理层所无法接受的 他们在第一时间就辞退了赢得过联盟最佳教练头衔的蒙蒂威廉姆斯 随后聘请了冠军教头弗兰克沃格尔 太阳的举动已经很明确了 接下来这些年 他们必须要取得成功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而接下来 太阳也会继续为他们的争冠添砖加瓦 签下了沃格尔作为球队接下来的主帅之后 在运作球员阵容之前 太阳致力于为沃格尔组建起一个完善的助教团队 他们先是用一份年薪超过200万美元的合同强行留下了被认为是联盟顶级助理教练的凯文阳 随后 太阳又完成了一笔签约 将沃格尔的老部下带到了凤凰城 根据NBA记者WOJ的报道 多名消息人士确认 太阳已经和爵士副总经理大卫菲兹戴尔达成了一份签约协议 后者新赛季将会加盟太阳 成为沃格尔教练团队当中的一名助理教练 根据补充报道称 太阳为了聘请菲兹戴尔 他们所提供的同样是一份金额不菲的合同 菲兹戴尔此前在热火三巨头时期 就曾担任过热火的首席助理教练 随后他出任过辉雄主帅一职 只不过当时辉雄处于低谷时期 菲兹戴尔作为主帅带队 只打出了71胜134负的糟糕战绩 胜率只有34.6% 不过 作为助教 菲兹戴尔的能力还是比较出众的 他在胡人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助教 当时他就是沃格尔的得力助手 随着沃格尔被胡人辞退 菲兹戴尔也选择了离开胡人 转头绝世 成为了绝世的副总经理 而这一次 沃格尔重新回到了主教练的岗位上 菲兹戴尔接到邀请后 他也再次力挺了沃格尔 如此一来 太阳的教练团队就显得比较豪华了 主帅是有着夺冠经验的沃格尔 助教团队也有两名经验十分丰富的教练 从太阳不惜花重金聘请这些教练的举动来看 他们对于冠军的渴望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除了教练位置的补强之外 太阳管理层在这个休赛期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完成 首先 他们想要补强阵容 就必须要通过交易来完成 毕竟太阳的薪资空间已经完完全全被堵死了 他们在自由球员市场上可用的空间基本为零 根据NBA记者迈克马虹的报道 在EBCD组合当中 布克是太阳绝对的非卖品 杜兰特也是太阳花了大量的筹码换来的超级巨星 太阳的补强只能从保罗和艾顿方面开刀 用迈克马虹的话说就是 保罗更可能会留在太阳 而艾顿已经被太阳摆上了货架 他大概率会在这个休赛期离开太阳 其实这也比较好理解 如今已经38岁的保罗 他的交易价值已经不太高了 如果太阳将他作为一份溢价的到期合同处理 换回来的 大概率是另一份溢价合同 这对太阳的争冠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艾顿就不一样了 尽管他疲软的球风让太阳非常无奈 不过在如今中风缺失的市场 艾顿仍引起了一些球队的注意 不少球队仍对这名18届的状元秀抱有期待 会试着去培养他 那太阳可以从艾顿的交易中 获得一些不错的极战力作为报酬 而在内线的位置上 太阳其实不太需要艾顿这种薪水那么高的球员 他们只需要一些以防守为本的底薪中锋 致力于防守和篮板就足够了 如果能用艾顿换回一些风险3D 那太阳的补强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另外根据NBA记者赛德瑞的报道 卡鲁索成了太阳修赛七重点关注的目标 他会成为太阳潜在的交易目标 很显然 沃格尔上任之后 他想要打造太阳的防守体系 就必须有一些以防守著称的球员来支撑体系 卡鲁索就是在沃格尔手下成长起来的 他在沃格尔的防守体系当中 展现出了自身的防守能力 并且他的球伤也是在线的 本赛季卡鲁索更是入选了最佳防守阵容 他的加盟 绝对会提升太阳的后卫线 以及侧翼的防守能力 对于将冠军视为目标的太阳而言 补强防守刻不容缓